余美人穿婚纱 主人圆梦 纪念51岁的余美人 上礼拜独自去希腊度假时 拍下一张身穿白纱的照片 还写着再往前走 真的有幸福等我吗 原以为是暗示寻觅人生第二春 想不到背后原来有个感人的故事 因为在那边有遇到两个团圆 一个是乳癌患者 他们都五十几岁 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梦 想要在爱情海盼海混打 他们的人生还有这样大的热情 我也觉得很感动 其实真是帮人家圆梦的一个心情 我也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余美人不仅帮人圆梦 自己的生活也越过越好 她走出婚变阴霾后 不仅瘦身有成 还出书记录心路历程 更自爆曾咨询过时尚专家 如何更有女人味 才知道原来内衣要穿整套啊 有了洞新闻 美人姐真的变美了呢 报答